你觉得人是在什么时候变得冷漠的 在我们的善良被很多次的消费之后 以前有一个江湖郎中四海为家到处浪荡 有一回他到一户人家里借宿 因为丈夫不在家 所以女主人刚开始拒绝了他 但是那个江湖郎中死皮赖脸的不肯走 最后他在家里面 最后女人见他实在太可怜 只好让他去柴房住下 睡到半夜郎中突然不停地敲柴房里的铜盆 吵醒了女人 并请求女人让他进屋睡 女人无奈之下让郎中进屋了 进屋之后郎中却得寸进尺 提各种要求 想要睡在康头取暖 甚至要进被窝和女人一起睡 女人见形式不妙 迅速地拿了一张 丈夫留给她的动物皮 裹住了身体 郎中吓得仓皇逃窜 这个女人用自己最真诚最宝贵的善良代人 换来的却是对方死性不改的贪婪 生而为人 你可以善良 但你的善良要有原则 要送给那些跟你同样善良的人 贪婪的人很危险 他们难以停止自己对欲望的脚步 他们总是擅长利用别人的善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对别人抱以善意的同时 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想起前段时间 一个患鼻咽癌的80后姑娘 她声称高昂的治疗费 让家庭陷入了困境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并表示自己还想继续努力下去 不想放弃 消息一出 网友们纷纷为此心疼 半天的时间 她就筹到了20万 有人却爆料说 她其实是一个电商老板 年销售额超过千万 在遭到网友质疑之后 这位80后的姑娘坦言说 是不想耽误自己公司的后续发展 还说不跟亲戚借 是因为跟他们借钱需要还 所以她才选择发起重筹 她认为自己这样没有做错 很多人很愤怒 觉得自己的善良被消费了 纷纷到姑娘发布的消息底下讨伐 最后 她不得不退还了所有善款 狼来了的故事 我们都听过 在危难发生的时候 放羊仁一如既往地向别人大声求助 别人却不敢再相信她了 我不禁在想 人们的善良被一次又一次欺骗和消费之后 哪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出现了 却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 那会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吗 周末 我和朋友对着电脑看电视剧 右下角弹出了一条新闻 女子扶摔倒老人 却反被讹诈说是肇事者 索性监控录像 还女子清白 我和朋友聊起了各自的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看到老人摔倒了 我们连想都不用想就会把他扶起来 可是现在 我们都担心自己被碰瓷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越来越多人选择忽视 遇到好一点的 会事先拍好视频 照片 再三确认过附近有监控 才敢上去扶 我曾经在新浪上看到过一个新闻 说的是有一位老奶奶走累了 坐在地上 没想到她一坐下去 就起不来了 路过的人 纷纷回头看了又看 犹豫万分 却没有人敢上前扶她 只好叫来附近派出所的民警 先来帮忙 老奶奶在民警的帮助之下 慢慢地站起来 并且表示感谢 然后向民警问道 为什么他们不服我 是不是担心我讹人 简单的一句话 让人听了心酸 如果这位老奶奶 最后没有等到民警上前帮忙 发生了什么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的善良在被多次消费之后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条件反射似的 开始有了很多顾虑 我们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善良 被别人一次又一次击垮 我们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谨慎 小心 生怕一不小心 就会被那些 为了一己私欲的人而利用 当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出现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上前帮助 而是担心自己上当受骗 这就是 善良被过分消费后的后遗症 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世界变冷漠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珍惜善良 希望善良的人 都能被真诚对待 就像罗素说的 一切道德品质当中 善良的本性 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 善良很贵 请别随意浪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